請宣讀公民投票表修正草案之條文內容及修正動議 我們宣讀後進行協商處理 請宣讀 請這邊提案 這個大概要宣讀時間要40分鐘 這個自由活動以後 不要離開了 自由活動沒關係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 第五十七條 至第六十二條 第六十四條 第六十六條 規定 增列第二十五條之一 因故不在戶籍地投票所投票 以下簡稱不在籍投票之投票權人 依下列規定投票 依本法申請移轉至戶籍地以外之直轄市縣市投票 以下簡稱移轉投票者 應於移轉投票地之投票所投票 二 投票所工作人員 於工作地之投票所投票 前項第一款之移轉投票 於總統依第十七條規定交付之公民投票不適用之 第一項第一款之移轉投票投票權人 於准以登記後至投票日前有戶籍移動情形者 除投票所工作人員外 人應於移轉投票地之投票所投票 策略第25條之二 符合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資格之投票權人申請移轉投票 應被具親自簽名或蓋章之申請書 載明申請移轉投票地之地址 並檢付本人之國民身份證正面及背面影本 自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布發布 受以申請全國性公民投票 移轉投票公告日期30日內 送達其戶籍地 鄉鎮市區戶籍機關 前項公告需載明申請資格期間地點 應被具書件及申請方式等 申請人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後 得以申請期間截止前 被具親自簽名或蓋章之申請書 並檢付本人之國民身份證正面及背面影本 申請變更或撤回 其申請變更或撤回以一次違憲 第一項及前項申請以郵寄辦理者 其送達日期以鄉鎮市區戶政機關收件日為準 整列第25條之三 戶籍地鄉鎮市區戶政機關收到前條申請書件後 應於投票日35日前完成查核 並將查核結果通知書以掛號郵件 寄交申請人 鄉鎮市區戶政機關即發上開 查核結果通知書掛號郵件 並保存直據以備供查考 申請人有下列各款情勢之一者 鄉鎮市區戶政機關應不準語登記為 移轉投票之投票權人 並在查核結果通知書上註明 一 申請人不合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資格 二 申請時申請移轉之直銷市 縣市非屬戶籍地以外之直銷市 縣市 三 為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期限申請 四 未被據前條第一項所定之書件 五 非向申請時之戶籍地鄉 戶籍地鄉鎮市區戶政機關申請 六 申請移轉投票之地址 書寫錯誤或不明 至無法合配投票所 第一項查核結果 則以登記為移轉投票之投票權人 其查核結果通知書 即交申請人後至投票日前 申請人上施投票權人資格者 原查核結果通知書施其效力 不以列入移轉投票權人名冊 以列入名冊者予以注銷 申列第25條之四 戶籍地鄉鎮市區戶政機關 因於投票日30日前 將其核准移轉之投票權人清冊 送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戶政機關 並於戶籍地投票權人名冊 助記移轉投票 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戶政機關 因依前項清冊編造 移轉投票投票權人名冊 並由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公所 寒暴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被查 並由鄉鎮市區公所公開 陳列公告閱覽 移轉投票申請人發現錯誤或遺漏 得於閱覽期間內申請更正 前項名冊經公告閱覽期滿後 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公所 應將原冊及申請更正情形 送由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戶政機關 查核更正並通知戶籍地鄉鎮市區戶政機關注記 陳列第25條之五 投票所工作人員戶籍地或准以登記 移轉投票之投票所 與其工作地之投票所不同者 由鄉鎮市區公所編造工作地 投票全人清冊 於投票日25日前送 工作地鄉鎮市區戶政機關 工作地鄉鎮市區戶政機關 因依前項清冊 編造工作地投票投票全人名冊 並通知戶籍地鄉鎮市區戶政機關 於戶籍地投票全人名冊 注記工作地投票 原則已登記為移轉投票投票全人名冊之 投票所工作人員 應由戶籍地鄉鎮市區戶政機關 便跟登記為工作地投票 並通知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戶政機關 不編入移轉投票投票全人名冊 入戶籍地投票之投票全人人數計算 規定之四樣印制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一條 增列第二項 公民投票涉及侵害變更限制原住民族權利者 應取得原住民族及部落之情同意 第二條 增列第二項第五款 領土變更更安之覆決 第三條 第一項 修正為全國性公民投票之 主管機關為中央選舉委員會 並指揮監督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之 第二張張名 修正為全國性公民投票 第七條 修正為中華民國國民年滿18歲 除受監護宣告三位撤銷者外 有公民投票權 現刑法第三章 刪除 現刑法第三章第一節 刪除 現刑法第九條 條字變更為第十條 新增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應建制電子連署系統 提供提案人進行提案及連署 提案人名測及連署人名測 得以電子連署系統為之 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不適用第十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 現刑法第十條 第十條 條字變更為第十二條 末句修正為選舉人數總數萬分之一以上 第十三條 中央選舉委員會於收到公民投票提案後七日內完成審查 經審查有效率情勢之一者 應通知提案人於三十日內補提 補提人不足規定人數或借其不補提者予以駁回 一 提案不合第二項第二條第二項第四項規定 二 提案不合第十條規定 三 紙本提案人有未簽名或蓋章 經刪除後置提案人數不足前條規定 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據守各增加紙本二字 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項第一款後段修正為 或向中央選舉委員會完成電子連署之登陸 進行電子連署 借其為允許或登陸者是為放棄連署 現行法第十一條條次變更為第十六條 第十九條 第二項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至公民投票案 連署人數應答提案時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人 總數1.5%以上 前項連署人數得以第十二條提案人數和平計算之 第十七條 公民投票案連署人名冊應由提案人之連署 領銜人與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 或完成電子連署登陸之次期六個月內 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 借其未提出者視為放棄連署 前項紙本連署人名冊 因一規定格式竹籃填寫 紙本連署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 並填據本人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及戶籍地址 分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別裝訂陳冊 以正本 贏本各一份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 憲刑法第十三條 條字變更為第十八條 憲刑法第十四條刪除 憲刑法第十五條 條字變更為第二十條 修正委 中央選舉委員會於收到連署人名冊後 事日內完成審查 今審查有下列刑事之一者 應通知提案人於三十日補提 補提二人不足規定人數或借其補提者 應以駁回 一 提案不合第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二 指本提案人有未簽名或連署 或蓋章經刪除後至連署人數不足者 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 末段修正為三十日內完成連署人之查對 第三項 第二項 其連署人數不足修正為第十九條規定時 第二十二條 公民投票案之連署人數合於第十九條規定者中央選舉委員會 應於十日內為公民投票案成立公告 新增第二十三條 第二條第二項第四款 第五款之公民投票案立法案經公告 半年後 應於十日內將該公告案連同組員理由書 移送中央選舉委員會於憲法徵修條文第一條 鎖定期間內辦理公民投票 不適用第十條至前條 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二條規定 憲刑法第十六條 條制並公為第二十四條 憲刑法第十七條 條制並公為第二十五條 第二項修正為前項之公民投票不適用第二十六條 關於期間之規定及第三十二條規定 憲刑法第十八條條制並公為第二十六條 第四項 整理的第四項 第二項辯論會 應全程錄影錄音 並將其公布於公民投票專區 公布特定對象收視收聽 現行法第十九條 條式變更為第二十七條 墨具修正為 即公布於公民投票專區 第二十八條 全國性公民投票案 如有下列情勢之一者 經立法院全職機關通知 中央選舉委員會 該會應急停止公民投票程序之進行 並含之提案人之領先人 一立法原則之創之案 或法律之複決案 經立法院實現創之複決之目的 二重大政策之創之或複決案 經權責機關實現創之複決之目的 現行法第21條 調制修正為第29條 現行法第22條 調制變更為第30條 現行法第23條 調制變更為第31條 現行法第24條 調制變更為第32條 第33條 公民投票 投票全人名冊之編造 公告閱覽 更正投票 開票及有效票 無效票之認定 除了令有規定外 准用公職人員選舉辦明法 第17條至第22條 第20條第22條第23條第56條 第57條至第62條 第64條第66條之規定 公民投票案之全國性之選舉 與全國性之選舉同時舉行投票時 其投票全人名冊與選舉人名冊得合併編造 第34條 因故不在戶籍地投票所投票 括號以下簡稱不在即投票之投票權人 依下列規定投票 依本法申請移轉至戶籍地以外之直轄市縣市投票 括號以下簡稱移轉投票者 因移轉投票地之投票所投票 二投票人 投票所工作人員與工作地之投票所投票 三在營服役之軍人 執行其任務之警察 因疾病身心障礙生產或受傷而不良於行者 在兼服刑單位此夺公權者 得申請不在即投票 前向第一款之移轉投票 於總統依第25條規定交付之公民投票不適用之 主管機關應於符合第一項第三款資格之公民投票權人聚集與方便之處所 特別設置投票所公不在即公民投票權人投票使用 有關特色投票所投票之場域及優先試用對象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另定辦法規定之 第一項第一款之移轉投票投票權人 于準以登記後 自投票日前有戶籍 移動情形者 除投票所工作人員外 人應於移轉投票地之投票所投票 新增第35條 內容與行政提案第25條之2相同 新增第36條 內容與行政提案第25條之3相同 新增第39條 第三條不在即投票投票權人名冊確定後 投票地 鄉政市區 乎政機關因填造不在即投票投票權人人數統計表 送由投票地 鄉政市區 公所轉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於投票日三日前會整公告 並有投票地 鄉政市區 乎政機關並入戶籍地 投票之投票權人人數計算 新增第40條 內容同行政提案第25條之7 新增第41條 內容同行政提案第25條之8 第4章 地方性公民投票 現行法第26條 條式變更為第43條 現行法第27條 刪除 現行 第44條 地方性公民投票案之公告 公投票之印字 投票權人名冊之編造 公告月覽更正 公民投票公報之編印 公民投票程序之中止 辦事處之設立 經費之募集 投票開票及有效票 無效票之認定 准用第26條第一項 第27條至第33條 第45條 地方性公民投票案之下列四項 應由直轄市縣市 以自治條例定之 1.投票年齡 2.提案人連署人 及投票權人之認定 3.公民投票案之投票 提案人數 連署人數 投票人數 4.提案連署 應付文件 5.公民投票案之查核程序 6.辯論案之舉辦 第42條 全國性公民投票案 投票結果 有效票之同意票 對不同意票數 及而通過 現行法第30條 刪除 現行法第31條 條字變更為第46條 第4款 修正為 有關憲法修正案 領土變更案之 覆決案 應依憲法修正程序為之 現行法第32條 調字變更為第47條 手具 手具 修正為公民投票案不通過者 各該選舉委員會 應於投票 完畢 7日內 公告公民投票結果 並通知提案人之連署人 今天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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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刪除 憲刑法第34條刪除 憲刑法第35條刪除 憲刑法第36條刪除 憲刑法第37條刪除 憲刑法第38條刪除 憲刑法第39條條制變更為第48條 第一項 第一項墨具修正為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憲刑法第40條 條制變更為第49條 第一項 第49條公然俱重犯前條之罪者 在場駐事之人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台幣30萬元以下罰金 守摩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 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 守摩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 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至重傷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憲刑法第41條條制變更為第50條 憲刑法第42條條制變更為第51條 第一項 修正為 對於公民投票有投票權自然 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於公民投票案而 約期不行使投票權或為定制行使者 初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60萬元以上 600萬元以下罰金 憲刑法第43條條制變更為第52條 憲刑法第44條條制變更為第53條 前端修正為 意圖餘力包攬第51條 第一項或前條 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 憲刑法第45條條制變更為第54條 憲刑法第46條條制變更為第55條 憲刑法第47條條制變更為第56條 憲刑法第48條條制變更為第57條 現刑法第49條條至變更為第58條 前段並修正為違反第30條第二項規定或為有第31條第一項各款刑事之一 現刑法第50條條至變更為第59條 現刑法第51條條至變更為第60條 第一項前段修正為募款人違反第29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接受捐贈者 第三項前段修正為募款人違反第29條第二項規定不依規定申報或違反第四項規定減送收支 憑據或證明文件者 現刑法第52條條至變更為第61條 前段修正為行政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本法第18條規定者 現刑法第53條條至變更為第62條 現刑法第54條條至變更為第63條 現刑法第55條刪除 現刑法第56條條至變更為第64條 現刑法第57條條至變更為第65條 第二項修正為前項請重刑投票二變更投票結果者 依第46條第47條至規定辦理 現刑法第58條條至變更為第66條 第一項後段修正為向管轄法院提起公民投票案通過或不通過無效之訴 第二項手具修正為公民投票案通過或不通過 末句修正為向管轄法院提起確認公民投票案通過或不通過之訴 第三項手具修正為第一項公民投票案通過或不通過無效之訴 第四項手具修正為第二項公民投票案通過或不通過確認之訴 末句修正為依第46條第47條規定辦理 現刑法第59條條至變更為第67條 投票權人發覺有構成公民投票投票無效 公民投票案通過或不通過無效之刑事時 對於投票結果公告知識其7日內檢據證據 市政向檢察官舉發之 現刑法第60條條至變更為第68條 現刑法第61條條至變更為第69條 第一項修正為公民投票提案遭駁回 認定連署不成立或於法定期間內不為決定者 提案人之領嫌人得提起行政訴訟 現刑法第62條條至變更為第70條 修正為本法鎖定罰款由各該選舉委員會處罰 現刑法第63條條至變更為第71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間選舉委員會定之 現刑法第64條條至變更為第72條 委員提案 委員政立軍等33人提案第一章張明未修正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 委員政立軍等33人提案第一條均為維持現刑法條文 委員葉宜金等21人提案第二條第二項 增列第5款 領土變更案之復決 修正第4項人事事項不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其餘維持現刑法條文 其餘維持現刑法條文 委員陳清飛等22人提案第二條刪除第5項 其餘維持現刑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第二條第二項 增列除另有規定外等字 第二項增列第5款 領土變更案之復決 地方性公民投票適用四項如下 第三項的一二款聚首 地方自治法規均修正為自治條例 第四項聚首修正為預算租稅 信奉及人事事項 刪除第5項文字 其餘維持現刑法條文 委員林淑芬等20人提案 增列第二項562款 五領土變更案之復決 六主權讓渡案之復決 其餘維持現刑法條文 委員王定宇等18人提案第二項修正為 全國性公民投票適用四項如下 一憲法修正案之復決 二憲法原則之創制 三法律之復決 四立法原則之創制 五重大政策之創制或復決 其餘維持現刑法條文 委員鄭麗君等33人提案 第二項中刪除投資二字 第三項公民投票事項之認定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為之 其餘維持現刑法條文 委員葉怡君等21人提案 第三條 全國性公民投票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主管 並指揮監督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 地方性公民投票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主管 並受中央選舉委員會之監督 各級選舉委員會於辦理公民投票期間 得調用各級政府職員辦理事務 受調用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 同業委員提案 委員王定宇等18人提案 第三條同業委員提案 委員鄭麗君等33人提案 第三條 全國性公民投票之主管機關為中央選舉委員會 並指揮監督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之 地方性公民投票主管機關為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各級選舉委員會 於辦理公民投票期間 得調用各級政府職員辦理事務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 委員鄭麗君等33人提案 第四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 委員鄭麗君等33人提案 第五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 第六條據末知規定修正為規定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鄭麗君等33人提案 第六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鄭麗君等33人提案 第二章明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 第七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李鵬澤等28人 委員油眉君等24人 委員鄭麗君等33人提案 第七條均修正為年滿18歲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 第八條委員鄭麗君等33人提案 第八條均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鄭麗君等33人提案 第三章張明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鄭麗君等33人提案 第一節節明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 第一項刪除劇中除令有規定外等字 巨默主管機關修正為中央選舉委員會 第二項巨默公報修正為公民投票公報 第三項因依規定格式後 增列竹籃填寫提案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 並減附足之證明為本人之證明文件 營本等字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李昆澤等28人提案 第九條增列第一項 主管機關應建置電子系統提供提案人進行提案及連署 第四項巨首第一項三字修正為第二項 增列第五項 採電子提案者上述文件以電磁記錄之方式提供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正立軍等33人提案第九條第二項中 1500字修正為2000字 增列第四項主管機關應建置電子系統提供提案人進行提案及連署 提案人名測及連署人名測得以電子系統為之 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葉宜金等21人提案 第十條第一項修正為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人數 應達100人以上 第二項巨首審議委員會修正為行政院 後段改列為第三項 並於巨末增列移送中央選舉委員會 預期未提出者視為放棄 現行法第三項改列為第四項 巨中審議委員會修正為中央選舉委員會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陳清飛等22人提案 第十條第一項中千分之五 修正為萬分之一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朋等21人提案第十條第一項巨末 修正為萬分之三 第二項文字修正為中央選舉委員會 於收到公民投票提案後 經審查有下列刑事之一者 應於15日內予以駁回 一提案不合前條或前項規定 二提案人有未簽名或未蓋章或未減付前條 第三項規定之證明文件影本經刪除後至提案人數不足 三提案內容互相矛盾或顯有錯誤 之不能瞭解其提案爭議 公民投票案經審查無前項各款刑事者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於收到公民投票提案之日起 30日內審定公民投票案之提案內容是否符合 第二條第二項第四項規定 審定不合規定者應與駁回合余規定者應含請護證機關於15日內查對提案人 護證機關應依據戶籍登記資料查對提案人名冊以下列刑事之一者 應與刪除 一提案人不合第八條規定資格 二提案人姓名戶籍地址書寫錯誤或不明無法查對 三提案人未填據本人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或有錯誤不明無法查對 四提案人提案有偽造形式提案人名冊經查對後其提案人數不足第一項規定時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通知提案人之領先人於10日內補提 補提後人不足規定人數或藉其不補提者該提案應與駁回 提案合於本法規定者中央選舉委員會應一下列規定辦理 一通知提案人之領先人於10日內向該會領取聯署人名冊格式 自行應制徵求聯署預期未領署者視為放棄聯署 二提案性質分別含請立法院於收受該函文後四個月內 及相關機關於收受該函文後二個月內提出意見書 借其未提出者視為放棄意見書以三千字違憲 超過自述者其超過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民投票公報 委員林淑芬等20人提案第十條 第二三項中審議委員會均修正為中央選舉委員會 其余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李昆澤等28人提案第十條第一項拒末修正為千分之一 其余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王定宇等18人提案第十條刪除 委員政立均等33人提案 第十條第一項拒末修正為萬分之一 以上各項均為均與葉宜經委員提案相同 委員葉宜經等21人提案 第十一條刪除第二項其余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 第十一條刪除第二項其余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王定宇等18人提案 第十一條公民投票案 於中央選舉委員會通知連署前 得由提案人之領先人以書面撤回之 委員政立均等33人提案 第十一條刪除第二項其余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葉宜經等21人提案 第十二條第一項修正為全國性公民投票連署人數 應答提案時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1.5%以上 第二項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陳清飛等22人提案 第十二條第一項拒末修正為1.5%以上 其余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 第十二條第一項修正為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之第三款之公民投票案 連署人數應答提案時 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數選舉人總數1.5%以上 第三四項修正為前項連署人名冊 因依規定格式竹籃填寫 連署人因親自簽名或蓋章 並減附足之證明為本人之證明文件 引本分直轄市縣市鄉鎮市鄉鎮市市鄉鎮市區別裝訂成冊 以正本引本各一份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 第九條第三項及前項之證明文件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制並公告周知 其余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李昆澤等28人提案 第十二條第一項修末修正為1%以上 第二項修中名冊格式後加或完成電子連署登陸等字 其余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王定宇等18人提案 第十二條第一項刪除第三款等字 增列第二項文字為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 第四款第五款之四項連署人數應答提案時 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2%以上 現行法第二項改列為第三項 聚首增列第一項三字 聚中六個月修正為12個月 現行法第三項改列為第四項文字為第二項之公民投票案 連署人名冊應由提案人之連署人與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之次日起六個月內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預期未提出者 視為放棄連署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政立均等33人提案 第十二條第一項巨墨修正為1%以上 第二項同理昆澤委員提案 第三項修正為前項連署人名冊 應依規定格式竹籃填寫連署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 並填據本人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及戶籍地址分直轄市縣市鄉鎮市鄉鎮市區別裝訂陳冊以正本營本各一份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 委員葉宜清等二十一人提案第十三條 行政院對於第二項第一款之第三款之事項任有進行公民投票之必要者的覆據主文理由書 經立法院同意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公民投票 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公民投票之提案後 立法院應在15日內議決於休會期間提出者立法院應於15日內自行集會30日內議決 立法院位於前項鎖定期間內議決者視為同意 行政院之提案經立法院否決者自該否決之日起三年內不得就該事項重新提出 委員高志鵬等二十一人提案委員王定宇等十八人提案委員正立均等三十三人提案 第十三條均刪除委員正立均等三十三人提案第十五條 行政院對於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之第三款之事項任有進行公民投票之必要者的覆據主文理由書 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公民投票行政院之提案經否決者自該否決之日起三年內不得就該事項重新提出 委員葉宜金等二十一人委員高志鵬等二十一人 第十四條均刪除委員林淑芬等二十人提案第十四條第二三項合併為第二項 文字為公民投票案經前項中央選舉委員會認定不合規定主管機關應與駁回 何於規定者應含請護政機關於十五日內查队提案人 第五項第六項中主管機關均修正為中央選舉委員會其於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王定宇等十八人提案第十四條第一項 據末修正為應通知提案人於十五日內補證預期未補證者予以駁回 刪除現行法第二款 現行法第二至五項刪除第六項據末修正為主管機關會及相關機關意見書後 應於十日內舉行聽證確定公民投票案之提案內容並移送各該選舉委員會辦理公民投票事項 現行法第七條刪除第八項改列為第三項其於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正立均等三十三人提案 第十四條刪除 委員高智鵬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十三條中央選舉委員會收到連署人名冊後 經審查連署人數不足前條 第一項規定經刪除未簽名或未蓋章或未減負前條 第三項規定之證明文件之連署人至連署人數不足 或未依前條第三項規定格式提出者 該會應通知提案人之領先人於五日內補提 補提後仍不服規定者應與駁回 合余規定者應含請護證機關於三十日內查對 護證機關應依戶籍登記資料查對連署人名冊 有下列刑事之一者應與刪除 一連署人不合第八條規定資格 二連署人姓名戶籍地址書寫錯誤或不明無法查對 三連署人未填據本人國民身份證 統一編號或有錯誤不明無法查對 四連署人連署有偽造形式 連署人名冊經查對後其連署人數合於前條第一項規定者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於十日內為公民投票案 成立之公告該公民投票案並與編號連署人數不合規定者 該會應通知提案人之領先人於十五日內補提 補提後人不足規定人數或借其不補提者 該會因為公民投票案不成立之公告 委員正立均等三十三人提案 第十三條第一項中央選舉委員會收到連署人名冊後 經審查連署人數不足第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 經刪除未簽名或蓋章之連署人 致連署人數不足或未依 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格式提出者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通知提案人之領先人於三十日內補提 補提後人不服規定者或預期不補提者 該提案應與駁回合余規定者應喊請護政機關 於三十日內完成查對 第二項序文修正為護政機關 應依據戶籍登記資料查對連署人名冊 有下列形式質疑者應與刪除 第一款至第四款均與現行法相同 第三項修正現行法第二項選舉委員會 修正為中央選舉委員會 十五日修正為三十日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智鵬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十四條第二條第二項 第四款第五款之公民投票案立法院經公告半年後 應於十日內將該公告案 連同主文理由書移送中央選舉委員會 於憲法徵修條文第一條鎖定期間內 辦理公民投票不適用第九條至前條第十七條 第一項第三款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委員葉宜金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一項巨首修正為立法院通過之法律案 於通過該次法律案之下次會議散會前 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提案 第二項修正為前項提案優先於立法院其他議案之處理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委員高智鵬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十五條行政院對於重大政策事項 認為有進行公民投票之必要者 得覆據主文理由書 經立法院同意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公民投票 不適用第九條至第十三條第十七條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十九條規定 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公民投票之提案後 立法院應在十五日內議決於休會期間 提出者立法院應於十五日內自行集會 三十日內議決委員王定宇等十八人提案 第十六條立法委員對於立法院通過之法律案 任有進行公民投票之必要者 得覆據主文理由書經五分之一以上立法委員之提議 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公民投票 前項公民投票之提案 經否決者自各該選舉委員會 就該公民投票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 四年內不得重新提出 委員鄭麗君等三十三人提案 第十四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智鵬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十六條修正第二項 前項之公民投票不適用第九條是第十三條 第十七條第一項關於期間與同條項第三款 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 第一項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王定宇等十八人提案 第十七條修正第二項文字 前項之公民投票不受第十八條 關於公告辯論程序規定 及第二十四條舉行期間之限制 第一項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鄭麗君等三十三人提案 第一項 同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二項修正為前項之公民投票 不適用第十八條關於期間之規定 及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委員高智鵬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四款 拒末刪除及方式等三字 第二項 現行法中 支持代表發表意見 或等字予以刪除 第三項中 發表會或等字予以刪除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油美女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十八條 第一項增列第五款 本條第三項 發表會或辯論會之正反意見 第二項中 或進行辯論後 增列並邀請利害關係人 或團體代表相關學者專家出席 服以佐證 應以公費 公正反兩方製作宣傳影片 在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提供相等時段播出等字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正利均等三十三人提案 第十七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葉宜金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十九條 據中二日前修正為七日前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十八條 據末增加及公開於電腦網路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正利均等三十三人提案 第十八條 據末增列及公開於網際網路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葉宜金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條 公民投票提案 為法律之創制或覆決案者 於公民投票案成立公告前 如今立法機關實現公民投票提案之目的 通知中央選舉委員會者 中央選舉委員會 應急停止公民投票程序之進行 並含之提案人之領先人 委員高志鵬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十九條 公民投票案 於中央選舉委員會 一第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公告前 有下列形式之一 經立法院全責機關 通知中央選舉委員會者 該會應急停止公民投票程序之進行 並含之提案人之領先人 一立法原則之創制案 或法律之副決案 經立法院實現創制副決之目的 二重大政策之創制或副決案 經權責機關實現創制副決之目的 委員正立均等 三十三人提案 第十九條 據首修正為 創制案或法律案之副決案 於公告前 其余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正立均等三十三人提案 第二十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二十一人提案 委員正立均等三十三人提案 第二十二二十一條均為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第一款巨手增列 穿著佩戴具有公民投票相關文字符號 或圖像之貼紙服飾或其他物品 其余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正立均等三十三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巨墨刪除 並得與全國性之選舉同日舉行等次 其余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正立均等三十三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第二項巨墨修正為 得合併編造 其余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正立均等三十三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巨墨修正為 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 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 第五十七條至第六十二條 第六十四條第六十六條之規定 其余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正立均等三十三人提案 第二節結明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五條公民投票案 應分別向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提出 委員正立均等三十三人提案 第二十五條公民投票案 應分別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 正列第二項公民投票案相關事項除本法 已有規定外 由直轄市縣市以自治條例定之 第三項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公民投票提案 是否屬於地方自治事項有疑議 因報警中央選舉委員會認定 委員高志鵬等二十一人提案 現行法第二十七條刪除 委員李昆澤等二十八人提案第二十七條 第一項拒末修正為千分之一以上 第二項拒末修正為百分之一以上 其余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王定宇等十八人提案 刪除第一項 第二項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正立均等三十三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予以刪除 委員高志鵬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地方自治之重大政策事項 任有進行公民投票之必要者 得覆據主文理由書 經各該直轄市縣市議會同意 交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辦理公民投票直轄市縣市政府向各該議會 提出公民投票之提案後 議會應在十日內議決於休會期間提出者 議會應於十日內自行集會 十五日內議決議會位於前項鎖定期間 內議決者視為同意進行公民投票 委員高志鵬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據中修正為公民投票公報之編印後 增列公民投票程序之中止辦事處之設立 經費之募集等字 據莫修正為準用第十七條至第二十四條規定 其於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政力均等三十三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予以刪除 委員高志鵬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公民投票案提案連署人數 因覆據文件查核程序及發表會或辯論會之舉辦 由直轄市縣市以自治條例定之 委員政力均等三十三人提案 現行法二十九條予以刪除 委員政力均等三十三人提案 第四章章名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業益金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三十條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 有效投票數中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數 且同意票數達投票全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 即為通過 有效投票數中不同意票數多於同意票數 或同意票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者均為否決 委員陳庭飛等二十二人提案 第三十條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 才簡單多數絕制 即投票者有效票過半數同意者即為通過 委員高志鵬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 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數 且同意票數達投票權人總數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即為通過 但第二條第二項第四款 及第五款之公民投票案 同意票數應答投票權人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上 同意票數多於未多於不同意票數或同意票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者均為不通過 委員林淑芬等二十人提案第三十條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有效 同意票數中 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數即為通過 但第二條第二項第四款之第六款之公民投票案 同意票數應答投票權人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上 有效票數中不同意票數多於同意票數即為否決 委員李昆哲等二十八人提案第三十條公民投票案投投票結果 有效票之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數即為通過 委員王定宇等十八人提案第三十條同高志鵬委員提案 委員鄭麗君等三十三人提案第二十六條同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委員葉怡君等二十一人提案第三十一條 政列第二項立法院審議前項第一款之議案 不受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其余維持現行法條文委員高志鵬等二十一人提案第二款修正為 一有關法律自治條例之複決案原法律或自治條例 於公告之日算至第三日期施期效率 二有關法律自治條例立法原則之創制案 行政院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三個月內 研疑相關之法律自治條例提案 並送立法院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審議 立法院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 應於下一會期修會前完成審議程序 第四款修正為有關憲法修正案 領土便登案之複決案 立法院應知請總統公布 增列第二三項立法院審議前項第二款之議案 不受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立法院直轄市議會或縣市議會 第一項或第二第一項第二款制定之法律或自治條例 或創制案之立法原則有無抵觸發生疑議時 提案人之領先人得申請司法院解釋之 委員王定宇等十八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各款第一項各款修正為 一有關憲法修正案之公民投票 應依憲法修正程序為之 二有關憲法原則之創制 立法院應於六個月內提出憲法修正案 依憲法修正程序為之 三有關法律地方自治法規立法原則之創制案 行政院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應於三個月內研議相關之法律自治條例提案 並送立法院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審議 立法院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 應於下一會期修會前完成審議程序 四有關法律地方自治法規之複決案 原法律或地方自治法規於公告之日起 公告之日算至第三日起 施其效力五有關重大政策者 應由全責機關於六個月內提出為 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 預期未提出或提出之必要處置 未符合公民投票案之內容者 全責機關之首長應立即辭職 其於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政立軍等33人提案 第27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劇中否決修正為不通過 劇末增列但書 但由總統或行政機關提案者 總統或總統與行政機關 即不得再作違背公民投票結果之決策 施政其於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政立軍等33人提案 第28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葉宜金等21人提案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 委員林淑芬等20人提案 現行法第33條均刪除 委員王定宇等18人提案 委員政立軍等 第二項 第二項 第35條均刪除 委員葉宜金等21人 委員高志鵬等21人 委員林淑芬等20人 委員王定宇等18人 委員政立軍等33人 第34條均為刪除 委員葉宜金等21人 委員高志鵬等21人 委員林淑芬等20人 委員王定宇等18人 委員政立軍等33人 現行法第35條均為刪除 委員葉宜金等21人 委員高志鵬等21人 委員林淑芬等20人 委員王定宇等18人 委員政立軍等33人 現行法第36條均為刪除 委員葉宜金等21人 委員高志鵬等21人 委員林淑芬等20人 委員王定宇等18人 委員政立軍等33人 現行法第37條均為刪除 委員葉宜金等21人 委員高志鵬等21人 委員林淑芬等20人 委員王定宇等18人 委員政立軍等33人 現行法第38條均為刪除 委員政立軍等33人 現行法第6章改列為第5章 委員高志鵬等21人 提案拒手刪除 辦理公民投票期間等字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政立軍等33人提案 第30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21人 提案第33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政立軍等33人 提案第31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21人 提案委員政立軍等33人 提案現行法第41條改列為 分別改列為第34條 第32條委員高志鵬等21人 委員政立軍等33人提案 第33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 現行法第43條 拒手刪除 辦理公民投票期間等字 第一款中公民投票 投票區修改為投票區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政立軍等33人提案 第34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 現行法第44條 第1項中第42條修正為第35條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政立軍等33人提案 現行法第44條中第42條修正為第33條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21人第38條 各款巨墨者字均刪除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政立軍等33人提案 第36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 委員政立軍等33人提案 均維持46條條文文字 委員高志鵬等21人 委員政立軍等33人提案 均維持現行法第47條文字 委員高志鵬等21人第41條 維持第48條現行法文字 第44條 第44條 於投票日從事支持或反對公民投票 之宣傳活動者 儲清台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還 委員政立軍等33人提案 第39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第42條 據首修改修正為違反第21條第二項規定 或有第22條第一項各款情勢之一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政立軍等33人提案 第40條據首修正為違反第21條第二項規定 或有第22條第一項各款情勢之一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 據首修正為將公投票或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軌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政立軍等33人提案 第41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第43條 違反第20條第一項規定 未經許可設立辦事處或募集經費者 儲清台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還 第46條第一項修正為 募款人違反第20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或第27條準用 第20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規定接受捐贈者 除五年以下有期圖刑 違反第20條第一項第四款 或第27條準用 第20條第一項第四款接受捐贈者 除一年以下有期圖刑 居易或核心台幣10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項維持現行法 第三項修正為募款人違反第20條第二項 或第27條準用 第20條第二項規定 規定不依規定申請 或違反第20條第四項 或第27條準用 第20條第四項規定 減送收支憑據 或證明文件者 儲清台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還 並限期申報或補證 藉其不申報或補證 取得的案次連續處罰 其於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正立均等33人提案 第1項第三項中 第21條均修正為第20條 其於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员叶宜金等21人 委员高志鹏等21人 委员王定宇等18人 委员郑立军等33人 现行法第52条均删除 委员高志鹏等21人 委员郑立军等33人 现行法第53条均维持 委员郑立军等33人提案 现行法第7章章名改列为第6章 委员叶宜金等21人提案第一项 修正为公民投票之争议 第1行政征送程序解决之 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 委员高志鹏等21人提案 第48条第一款修正为 第1审全国性公民投票诉讼 专属中央政府所在地 之高等行政 高等行政法院管辖 第一审地方性公民投票诉讼 由公民投票行为地之 该管高等行政法院管辖 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 委员郑立军等33人提案 第44条维持现行法条文 委员叶宜金等21人提案 委员高志鹏等21人提案 现行法第55条均为删除 委员林淑芬等20人提案第55条 第12项中审议委员会 经修正为中央选举委员会 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 委员王定宇等18人提案 第1项中审议委员会 修正为主管机关 第2项删除 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 委员郑立军等33人提案 第45条 第1项第2项中审议委员会 修正为选举委员会 第2项审议委员会 修正为中央选举委员会 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 委员高志鹏等21人提案 第49条 维持现行法条文 委员郑立军等33人提案 第46条 维持现行法条文 委员高志鹏等21人提案 第50条 第2项巨默 第31条 修正为第30条 第31条 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 委员郑立军等33人提案 第47条 第2项 第31条 修正为第27条 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 委员高志鹏等21人提案 第51条 第2项 第3项中 否决均修正为不通过 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 第1项巨首 删除办理公民投票期间 委员郑立 第4项巨默 第31条 修正为第30条 第31条 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 委员郑立军等33人提案 第48条 维持现行法条文 委员高志鹏等21人提案 第52条 据中否决修正为不通过 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 委员郑立军等33人提案 第49条 维持现行法条文 委员高志鹏等21人提案 委员郑立军等33人提案 均维持现行法条文 委员高志鹏等21人提案 第54条 选举委员会驳回公民投票提案 认定联署不成立 或于法定期间内 不为决定者 提案人 置顶前人 得提起行政诉讼 现行法第一项 第二项 第三项 改列为第二项 第三项 第四项 委员郑立军等33人提案 第51条 维持现行法条文 委员郑立军等33人提案 第8章 张名改列为第7章 委员高志鹏等21人提案 现行法第62条 予以删除 委员郑立军等33人提案 现行法第62条 改列为第52条 委员高志鹏等21人提案 现行法第63条中 行政院修正为 由内政部会同中央选举委员会定之 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 委员郑立军等33人提案 据中行政院修正为中央选举委员会 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 委员高志鹏等21人提案 委员郑立军等33人提案 现行法第64条 均修正为本法制公布日施行 本院时代力量胆团提出修正动议 其中第8条 第一项修正为有公民投票权之人 在中华民国各该直辖市县市 继续居住6个月以上 得为全国性公民投票案之提案人 联署人及投票权人 其余如原提案文字 第20条 修正为中央选举委员会 于收到联署人名册后 15日内完成审查 经审查有下列刑事之一者 应通知联署人于30日内补提 补提后人不足规定人数 或借其不补提者 应予以驳回 一联署不合第17条 第二项规定 二指本联署人有未签名或盖章 经删除后至联署人数不足者 第21条 第二项第二款聚首加职本二字 第三款聚首加职本二字 其余第678章 改列为第567章 委员陈其迈等四人提出修正动议 增列第17条之一 文字为两岸兼知政治协商 应由总统经行政院院会之决议 交由中央选举委员会 办理公民投票 并经公民投票通过后 使得进行协商 前项协议文本 经立法院审议通过后 应于10日内将该协议名称文本 移送中央选举委员会 办理公民投票 经有效同意票过 选举人总额半数通过后 使得换文生效 宣读完毕 跟委员会报告 时代力量有一个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 他在说明栏里面 他有做一些文字修正 那我们把它列入我们的公报记录 这个议程讨论事项第二案 是请愿案两件 跟委员会报告 可不可以先处理 假如没有意义的话请宣读 没有意义我们请宣读 审查请愿文书两案 第一案台中市议会第一届第七次定期会提案 建议尽速通过核四公投特别条例请愿文书 第二案基隆市政府为2014年底尽速解决核四存费问题 建议大院尽速审议通过核四公投特别条例请愿文书 两件请愿案细针对核四公投制成请 请委员于审查公民投票法的时候参考 两件请愿案不成为一案 有没有意义 假如没有意义的话 我们依立法院职权清是把第67条规定 送程序委员会报请愿会存查并通知请愿人 那我们接下来这个 来处理公民投票 这个因为提案的委员相当多 版本也非常多 那我们审查的时间 今天跟这个礼拜三是我们预定审查的这个时间 那因为现在是3点46分 那我们今天预计开会的时间到5点半 所以大概有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我是不是先跟我们委员会 征求大家的同意 我们今天跟礼拜三我们稍微做一个分工 因为我们在公投审议公投法的一个修正里头 大概有几个重大的一些争点 那其实讨论也非常多 那其中一个就是公投审议委员会的存费 另外一个就是发起 发起连署跟通过的门槛 这几项这个是大概在公投法历次的一个修法的范围里头 大家比较争议的这个部分 另外一个还有 抱歉还有一个公投法试用的范围 大概这几项 那我们是不是今天 待会处理的时候 我们先就这些重大的这些 这些事项 我们先大概 这个先做个决定 那今天把这些决定 这些事项决定之后呢 那其他有一些 条文的一个修正 我们在 这个礼拜三再来处理 因为我看我们今天出席的情况 还算相当的踊跃 那我们就把今天 我们就把这些比较重大的这些事项处理完 我们今天在休息 礼拜三再继续开会 有佩妥咖啡 那假如 这个大家体力再不行的话 蛮扭 这个请我们工作人员准备 我们今天把这些 已经过去几年来 社会这个对于 在实行公投法所衍生的一些 这些事项 也到了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历史的一个了断 我们这个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 好我们现在开始协商 假如大家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把这集 今天我们进行到把这些争议处理完 我们再休息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在原条文是 我看一下他 郑力军委员版本的第二条 在那里 第几页 行政院版 我来看一下行政院版是 第二条 对不对 这个是第二张吗 这个是第二张吗 这个是第二条 第二条在那里 我自己另外的 大概跟这个一样 第八页 第八页 我来帮他导演 我来回 第八页 来 前面 第二条 第二条吗 那个我建议 那个我们议事人员 印一份现行的公投法的条文 好不好 这样大家比较好对 不是不是 拿那个书啦 知道啦 这样难看啦 就是大家程度不好看不懂 嗯 那个现行条文啦 大家都印一份好不好 这样再对比较好对 因为条文太多了 好 那个 我们开始进行啦 公投審议委员会呢 在 各位 这一份 这一份 对条文对照表的 第 第三页开始 我们现在看 以现行的版本来 来看 厚 现行版本是在第四栏 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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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投票法修法 大家關注的幾個爭點 今天要把它處理掉 一個是公投審議委員會 另外一個是包括發起連署通過的門檻 那另外一個是適用的範圍 我們今天要處理這一個部分 那其他的條文 在禮拜三我們再來處理 公投審議委員會呢 在我們的現行條文裡面 包括第二條 第九條 第十 第十四 第三 第五章 第五章的34 38 跟55 都有 相關的條文的規定 所以到底這個 假如公投審議委員會廢除之後呢 相關的這個配套到底要怎麼處理 各位有沒有什麼意見 我的家譜 不好意思 謝謝 請交給我 謝謝 幫我 交給我 喝 教訓 讓我來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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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委員同仁 现行法 是行政院下面设的公投審议委员会 时代力量的版本 是被公审会 改由中选会来认定 那业衣经 也是由中选会 那陈丁飞委员呢 就直接废掉公投審议委员会 高志鹏委员 被公投審议委员改由中选会认定 林淑芬委员改由中选会认定 那李坤泽跟游美女委员没有修正 王定宜委员改由中选会认定 郑力军委员的版本也改由中选会来认定 大概修订了大概的 一些条文大概是 各位没有什么意见 还是要请主管机关表达 来来来 中选会 都可以 都可以 来来来 主管机关 赵伟 还有各位委员 那个行政院对于这个第二条 就是公民投票事项的认定 那上次这个简秘书长在报告的时候呢 也这个特别说明啊 现行的做法呢 这个还是有其必要 但是呢也有看到各位委员的版本啊 是认为这个认定的事项 这个还是有在多数委员的版本里面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作业的必要 那现在可能关键还是在这个主管机关的部分 因为多个委员的版本都提中央选举委员会 那这个部分因为中选会是独立机关了 那事实上今天刘主委也非常重视啊 他也本人出席 是不是要先听听看这个中选会的看法 以上报告 各位委员那个 关于这个公投审议委员会这个部分啊 因为现在我去看那个 关于主管机关的部分啊 其实中央当然比较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啊 但是关于地方的部分 有一些委员的案子里面 还是讲那个地方政府来主管啊 那我们是认为一个地方性的公投 由地方政府主管是有他们的道理的 因为地方的选举委员会 我们非常清楚啦 跟讲实话就是主管公投 这个事项的能力有限 而且就是说他是不是 真的那么独立啊 这个是个问题啊 所以对这个问题大家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把全国性的跟 全国性公投跟地方性公投区分开来 主委的意思是说地方还是地方政府主管嘛 好 那个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 那个李军委 这个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公民投票法的主管机关到底要是谁啦 我们一直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认为摆在行政院是非常奇怪的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法规是单独摆在行政院 由行政院担任主管机关的 所以我个人主张嘛 我个人主张把这个主管机关改为中选会 那另外有关公投审议委员会的部分 这里大家改的都是由中选会来认定 但是我必须强调 这里讲的只是那个联署的认定而已 他是没有资格去审议 这个到底可不可以公投 因为非常清楚 公民投票本来就是人民的创制复决权 这是人民的基本权利 你再由一个太上机关去审议 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所以这里转给中选会 其实只是中选会针对 公民联署的这个去认定说 这一份的联署合不合格 如此而已 所以由中选会认定的意思是这样 这必须讲清楚 所以在这里 我们如果要调整的话 应该两个部分 第一个主管机关改为中选会 第二个公民审议委员会就废除 然后有关相关的事项 如果是认定的部分 其实本来就是由中选会来做 这个公民投票联署的认定 那但是这里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有公民投票 这个议题到底适不适合 到底有没有违宪 那这个到底怎么处理 那我们个人的建议是这样 这个部分本来就可以 寻由宪法法庭的部分去处理 宪法法庭的部分去处理 宪法法庭才有这个 才有这个高度来处理 有关宪政问题的争议 那其实宪政问题的争议 不是中选会可以处理的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就把它讲清楚 以上 一点疑惑 请教育立委员 这个宪法委员会一定是 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那个 有没有这个 就是在时效上的考量 去回应那个公投的需求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并不是所有的争议 都是跟宪法争议有关的 我举个例子当比方说 最近的那个 最近选举前那个 对的多元家庭那个案子 那个案子因为就牵涉到 就是说你那个立法的过程里面的 有一些模式的问题 还是程序的问题 那这个可能不是宪法的问题 而是跟立法案的职权 然后这个是有关的 那这个有谁来认定呢 这个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同意 基本上同意 立委员刚刚讲的 这个中选会的委员会 不见得是个适合的机关 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机制去说 这个案子其实是应该怎么处理 会比较合适 不是说直接就这样公投了 我的观念是这样 公投四项 到底哪一个可以公投 哪一个不可以公投 本来就应该人民决定了 只要我联署够了就好了 那当然这里面会产生争议 像刚才诸位所提的这个争议 如果有这种争议 本来也只有宪法法庭可以处理 那当然它有时效性的问题 那其他中选会应该做的 只是我公投连署的认定而已 其实这非常单纯 因为创制复决权盘 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 用这样的概念下来 其实就非常清楚 那事实上会碰到这样的争议也很少 过去有争议就是因为 有公投声音委员会 还决定这个可以公投 那个这个不可以公投 才会有争议产生 比如说有这个 违线争议的这个部分 怎么去处理的 是不是有没有可能 在时间上 做一些规定说 多久之内要做成 时间 还是程序 不用了不用 现在机制了 可以让出力了 好 那个 刚刚主委在讲 是在讲主管机关 是在第三条的部分 他已经讲到第三条 主管机关 全国改为中选会 地方还是直辖 县市政府 对啦 对啦 全国是中选会 地方还是直辖县市政府 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 要不要再表达 这个其实我都讲过很久了 好 没有意见的话 这个 我们 等一下再讨论 再回头过来 讨论这个 还是现在处理 中选会 这个 主管机关 先把这个 公投生意委员 作为全部后续配套 那个要今天处理吗 可以啊 我们就今天处理掉 好不好 相关的一个条文有哪些 还有哪几条 把他列一下 第二条 第三条 来 各位看 各位手上 都有一份 比较简单的 我帮助各位看 看最快 这里手上有一份 现行条文 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第三条 第三条里面 原来的主管机关是行政院 我们把它改成中选会 那地方公投 主管机关 还是直辖 县市政府 那接下来是 第十条 各位看到第十条 现行条文的第十条 那个提案 那个等一下 我们再回头看 审议委员会的这个部分 公投 审议委员会 中选会 对不对 版本就是都改为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 因为它在中央是 中选会嘛 地方是地方政府嘛 这个是全国性公投 第三章第一节 第九条开始 这个是在讲全国性公投 我们公投法里面有区分 地方是在后面嘛 对不对 好 这个主席 那个第三条 我们刚刚第二条很清楚是说 公投审议委员会 认定改由这个中选会为之嘛 那第三条第一项 主管机关 全国性公民投票 主管机关为中央选举委员会 那第二项是地方性公民投票 主管机关为直辖市政府 县市政府 但是第一项还是要保留 就是说 它可以指挥监督直辖市县 选举委员会办理 好 因为就是我的版本有把这个地方的选举委员会 变成是中选会指挥它办理 因为选举事务在中央是中选会 在地方是选举委员会 所以选举事务的办理 我后面也有像25条 像比如说地方政府 它有对于自治事项的公民投票 是否有异议的时候 有一些程序等等 是地方政府认定还是 还是它要报请中央选举委员会 这个像后面再讨论啦 但是这里可能要把那个 指挥地方选举委员会的部分 把它保留 这个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今天先把一些重点先把它解决 然后再交给医师人员 顺 办本这么大本 对来对,对我都会的啦 所以我们一些重点先决定完 像刚刚立军在讲这个 我们在礼拜三 我们再回头来处理 好不好 这样节省大家时间啦 好 好 所以 我看一下 第几条 第十条 那个审议委员会 第二项 审议委员会应于收到公民投票提案后 十天内完成审核嘛 那个审议委员会改成中选会嘛 主管机关 好,主管机关 然后 我再看后面还有哪几条 这个是在第十四条 在讲说 假如有什么状况要驳回 这个部分 在 第二项 这个是删除吗 是删除啊 因为就把中选会认定 所以 来 各位有没有报告一下 第十条跟第十四条 因为它有一些项目其实是 进合的 那如果这两条是不是说 因为如果你确定那个原则之后 那这两条其实要并起来考量啦 并起来考量 主席这是可以的 因为像我的版本 我是全部处在处理在第十条啦 那第十四条就删除 第十条 第十四条 好 现行条文的第十条 第十四条 来我来看 是否我们今天只做原则性的讨论 是否我们今天只做原则性的讨论 然后那个部分由 我们内政委员会的 议事组跟中选会 他们去配合一下 调整一下我们礼拜三 再来看详细的内容 好不好 好 因为公投审议委员会 在第五章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这个都要处理 中选会 中选会的 对对对 这个大概是在讲 公投审议委员会的職权 包括 我看一下 组成这个不用了嘛 组成 三十七 三十八 几乎都可以备除了 第五章 第五章 各位委员同仁 因为第二条删掉以后 第五章 公投审议委员会 就全部可以备除了 从三十四到三十八 所以三十四到三十八 就可以备除 公投审议委员会 公投审议这样的概念 我们确实把它废除掉了 但是这里会有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三十七条 三十七条里面 地方也有公投审议委员会 它原来的规划是 地方也有地方的公投审议委员会 它的性质 跟中央的公投审议委员会 一样 那刚刚我们讲 因为公投事项的主管机关 在地方就是变成县市政府了 变成县市政府了 那这里可能要处理就是什么 如果是 这个 这个提案的审查 那应该还是各县市的选委会 而不是县市政 就是三十七条的部分 要特别处理这个部分 如果地方改到地方去 地方的这个 这个不是审议啦 就是它的联署的认定 这个还是地方的选委会来做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做一个处理 我们现在行政 我们的行政体系 地方的选委会 他敢是 但是他是主委的减而已 他是中选会在管的 他是中选会派出机关 他不是市政府的单位 所以你地方的主管机关 现在改去市政府了 你就 就不是地方的选举委员会 地方选举都在市场 都没人 没有 主管单位还是 要用县市政府才知道 有没有办法处理嘛 那处理完以后 就交给县市的选委会 去处理公投事项 这样才会清楚 因为他毕竟是选委会 所以应该是地方的话 这个公投的 这个包括提案的审议 提案这个 合不合资格的这个审议 还是地方选委会做 这是我实质的问题 就是说 在选务 比如说公投绑大选 你这个选举 里面有地方公投 也有可能有地方公投 你选务 如果在选立委的时候 选务是地方选会会在办 选举委员会在办 你说这个 如果认大选的时候 你说没有 这是市政府在办 这不是会在办 票票这样 所以也是地方选会会在办 选举要选会会办 选举要选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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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央是中央选会 投票事务 选举事务 就是地方要是地方选举委员会 所以我们是不是先把这三者 的这个角色 稍微确认一下 因为刚刚是主管机关 中央是中选会嘛 地方是地方政府嘛 但选举事务本身 中央是中选会 地方是地方选举委员会 那地方选举委员会办理 他有疑意的时候 是要送谁 那是不是要送回这个中选会 这样子就是比较清楚 否则会变成如果 地方政府在变成 选举事务在地方回归 地方政府会有问题吗 那连署是选举会有交吗 也是地方选举会 如果是地方选举会 那你如果这样就是地方的主管机关 就是地方的选举会 地方选举会 因为他不是一个机关啊 地方选举会不是一个机关啊 不然这样市政府要关什么 地方选举会是 由联署一开始都地方选举会在办 我们地方选举会可以对待他们 我觉得主管机关是写这一个直辖市政府 县市政府 这个有关审议的事项就是由他们来扶植 就是审议那个地方去公投 那就跟我们中央是矛盾啊 我们在批评说中央由行政权来审查 公共的联署就一样是产生矛盾啊 公投案提出是地方选举会吗 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内政部是不是提供一个观点 给各位委员参考 第一个有中央公投跟地方公投 那这个全国性公投 那地方的公投在现行体制上 它就是地方直辖市县市政府 是主管机关 那中央的话当然现在是行政院 所以行政院有设审议委员会 地方也设审议委员会 那当然委员刚刚的意见是说 他不需要审议委员会 那他选务机关 选务机关认定的只是说 他连署的资格符不合格式合不合 但是对那个事情的事情本身 他是没有认定权的 选委会选举机关 他是不能 他是没有办法认定 那当然以后如果说 这个法主管机关就是中央选举委员会 那中央选举委员会要如何去认定 那就是另当另外一个考量 可是在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一个事务地方政府提出来 一个地方的民众提出来说 我这是地方性公投 可是他事实上也可能是 是全国性公投 那这个时候如果也不要有 审议的一个机制 那只要一定的人数提出来 他就变成地方公投 这个部分我的版本25条就是 直辖市县政府对于公民投票提案 是否属地方自治事项有疑议时可以报警 这个中央选举委员认定啦 就是他就我刚讲有疑议嘛 中央地方有疑议的时候需要有个机关来认定啦 那不然就是来讨论看看这个要怎么处理 这个现行法应该也有一些 也是行政院的权 就是他是不是地方自治事项是行政院的权 这是现在的法 然后另外就是说 对对所以那个是属于行政院的部分 你可以请行政院解释吗 因为如果现在主管机关是你们的话 最后这个提案是会 我是觉得还是要回归这个中央选举委员会 但是你们可以喊请相关单位来解释 我们在中央的部分 全国性的公投那当然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拿掉公投审议委员会 不会有什么争议 那现在地方的 地方的就跑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第一个它到底属不属于地方事项 它如果不是地方事项的话 可不可以在地方公投 所以这个这个是地方公投会产生的问题 这在中央不会 在全国性不会 但在地方公投会产生这个问题 就是它到底是不是地方事项 那地方事项的认定 是不是地方自治事项的认定 其实也不是中选会 它的主管机关 地方自治事项的认定也不是中选会 所以这里会有会有会有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如果地方的公投 主管机关是在县市政府 但是实际上执行公投的人 依然是地方的选委会的话 那这里会有一个落差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里详细的规定 必须把这个部分详细的规定 另外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 现在有些地方的县市 为了要让地方可以落实地方的公投 所以它也有定自治条例 那这个自治条例定下去以后 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公投的实施 这个我们也要注意一下 现在事实上是很多县市 都已经定了公投自治条例了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要做一个厘清 这个部分要做一个厘清 所以刚刚立军讲的问题 事实上只会发生在地方公投 那地方公投 地方自治事项老实讲 我的感觉也不是中选会可以认定的 我说明一下 现行的地方公投 其实是我们的公投法 把全国性公投跟地方公投 门槛都一起规定了 所以它地方在定自治事项的时候 就要符合我们现行的公投法 所以我们现在要修公投法 我们有一个做法 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就是说 我们一样把全国性公投 跟地方公投门槛都下修 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讨论 一样都废除公投审议委员会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说 我们把全国性的门槛 在这个公投法里面把它下修 然后地方的呢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公投法里面 规定我们认为一定要规定的 其余我们可以考虑 给地方自治条例去定 因为上次在讨论门槛的时候 有些人说它人口数等等 会影响一些 这个联署或城岸的这个比例 它的母数 它涉及最后的那个指数 可能也会跟它的人口 总数是联动的 所以保留一点弹性给地方公投 我建议是可以朝这样处理 所以这个是全国跟地方的关系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修了公投法 地方自治条例就要联动 他们自己要再去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所谓原来的26条 公投公民投票案 是向县市政府提出 但县市政府有疑议的时候 在原条文是报请行政院认定 所以它在26条原条文的意思就是 回到中央的主管机关认定 那我们现在一并把中央的主管机关 行政院改成中选会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回到 这个有疑议的时候回到中选会认定 那中选会在喊请相关机关解释 也无权去认定说 这个是不是地方自治 他中选会怎么去认定 他也不是主管机关啊 他也没到去认定说 这是不是障碍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如果说真的要认定是 不然来政部 主席我们这个 在概念上可不可以取分 就是说 是不是公投的事项 那个中选会可以处理 但是呢 它是不是地方自治的事项 那个应该是归行政院去处理 行政院当然先由内政部 那刚刚政委员讲的那个部 我们有讨论过 我们内部自己也觉得说 那个 有时候干那个标准的问题 门槛的标准的问题 是留给地方自治条例去处理 因为现在 我想林市长刚刚讲 只有四个地 四个县是没有 我的没有说全部 就是说有一部分我觉得是可以 但有些精神 譬如说最后通过的门槛 可能要全国一致啦 那会比较有一点需要 因地之以可能是那个提案跟联署 那个部分要涉及人口数 但是你通过的精神 譬如说你是简单多数 或者是有门槛通过 那个可能要全国一致 否则就有人的公民权 公民投票权是不等的 这个可能不是说全部都给地方自治 而是说除公民投票没有规定的以外 由地方自治定制 那就看我们这边要规范到多少 我这边是不是 来来来 我这边还是提供一点意见给委员参考 也就是目前针对地方的公投事项 有定自治条例的 只剩下四个地方政府没有定 也就是台东县云林县新竹县新竹市 没有定自治条例 那其他都已经定了自治条例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对我知道 那现在的话就是说 其实在委员的版本 对地方的公投 它的包括联署什么 它的门槛是要全国一致性 或者是说要在法上明定 也有委员有不同意见 也有委员有不同意见 所以那个也还没有定论 那这个部分的话 对 那因为事实上也就是说 我们就说地方直辖市的自治监督机关 它是行政院 它也不是我们内政部 所以我是觉得说 是不是 因为这自治监督机关是行政院 所以我是想说 这个版本 是不是能够让520以后的行政院 再做一个通盘的检视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是互相有关联性的 因为大家一谈就知道说 审议委婚要不要 然后如果不要审议委婚 那谁来认定 这中学院他就自己就认定 那他有没有权限来认定 因为我们还是有 有什么事项能够公投 在条文还是 还真的还是有规定 除非说我们把公投事项全部都删除 你什么都可以公投 那不然的话 还是会有一个认定机关 一个是有关公投的事项的一个主管机关 中学委刚刚已经定了 那地方就是直辖市 或者各地的县市政府 那直辖市或县市政府 对公民投票的这个提案 是否属于事实上有疑议就报警行政院 行政院认定这样就好了啦 行政院认定之后 直接回复给直辖市的县市政府 因为直辖市县市县市政府是主办公投的 这一个主管 直辖县市政府 各县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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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像台东 引领 对对对 就直辖市级各县市 我是比较支持市长的讲法啦 因为我觉得 那个未来可能认定 在行政院上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些 就是那个权责的问题啦 那到底新的政府520之后 他们想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他们的意见 那否则的话 我们在这边讲 讲完了以后 到底他们在未来的认定上 那不然的话就 我觉得像那个省委委会 包括地方政府都把会除也都没关系啊 就让他们用那个地方自治法去处理 我觉得也OK啊 那谁认定可能都可以讨论还好啦 但是可能要搭配这个 行政万一有争议的时候 这个可以有一个救济的一个机制啦 今天啦 那个各位委员同仁 大概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啦 第一个中选会大家没有意见嘛 中央嘛 但是现在地方啦 地方的部分啦 因为 譬如说以高雄市来讲 高雄市选举委员会 他是中选会的派出机关嘛 他不是高雄市政府的单位啦 所以他大概 我的想象啦 他大概就负责最后公民投票的选务的工作啦 那其他前面的提案连署 这个还是由高雄市政府来负责啦 假如这样的区分 大家是不是能够同意啦 这应该有过来的官司 他们都有这类类嘛 他们都有 自治条例都有一些规定啦 他们有谁 你说 用公投审议委员会吗 哪几个县市是公投审议委员会 主席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现在先分成一个全国性公投 跟地方性公投嘛 那全国性公投的部分 中央宣委是主管机关 那么各地方宣委是中央宣委 会的一个派出机关 所以当要实施选务工作的时候 中央宣委会就会 要求各地方的选委会来协助嘛 对不对 那现在剩下的问题是一个 地方性公投的问题嘛 那地方性公投 现在主管机关是直辖市政府 及各县市政府嘛 所以如果对地方性公投 有疑意的时候 是由直辖市县政府 跟各县市县政府 报警行政院 来决定这不是属于地方自治的事项嘛 那之后再回到各县市政府了以后 他们再决定这个相关的选务工作 因为他只在该地 进行这个 哎呦 这个 如果这是属于地方性公投 已经确定是属于地方 比如台北市政府或高雄市政府 要办一个地方性公投 那这个相关的选务的 配合工作 再要请这个各该地的 那一个地方的选委会 来协助办理相关的选务工作 跟我们说就是 这样我们跟我们的选务 选务的选委会 选务的选委会 所以提案跟联署这个选务 也有选务 联署 在审核 在审核 审核 現在现行有地方有公投 审议委员会 他的整个幕僚作业 是什么单位在进行 报告主席 我手上有一份台北市公民投票自治条例 基本上是有关地方公投的自治条例 基本上他另外也有设审议委员会 因为我们公投法本来就这样绑 就必须要设包括中央包括地方都要 那我们现在有两个想法 如果说地方的以后就不再公投法规范 他本来就是各件事自治条例去处理 那如果有争议的话本来就是报行政院来处理 就是像刚刚顾律师讲的 那我们公投法有没有必要去规范 我们只要做一个原则性的规范就好了 有没有必要去规范地方的公投事项要怎么实施 这个是一个考量的方向 那第二个考量方向就是说 好我们连地方也要规定 那这里会产生一个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公投法里面规定 那各县市的公投自治条例 要怎么相关的配合 所以这里有问题 我对于就是说地方公投我们要规范到多少 我是建议我们就是规范到说 鸟笼公投不会复制到地方这样子 因为否则的确我们现在修了 我们针对全国性的部分有进行修正 把鸟笼拆掉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一个公投法里面 母法里面去把地方可能也会产生鸟笼部分 先把它做一致性的规范的话 那也有可能鸟笼公投复制到地方变成 新的地方自治条例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修法的时候注意 但是有关于就是说我们在全国一致的规范里面 如果有到地方它需要因地制宜的 我们就保留给地方自治条例去定 自性的还是要在母法里处理 但是有需要因为各地因应它不同情况 人口数或等等 那个就地方自治条例去定 对 我们的事务商 那个主委 我们的地方 那个选 我们的地方选举委会的委员是怎么产生 现在 都我们这边这么拼的吗 中选会拼的吗 不是 地方的委员都是地方的地方决定 他们 主委啊 但是委员很多 就是各地方他报到中选会来 那中选会除非他真的是有一些 就是明显的那个 有问题 我们不会 没有问题的通常我们不会去跟他挑 那只有一个规定就是政党的比例 不是比例啦 就是说单一政党不能超过 所以我们这样 这个我各位同仁 那地方当然 我们现在有可能说 中央现在没有 选举 那个公投省议委员会 那地方你如果给他他 他可能还设一个公投省议委员会 所以地方的公投 可能我们怎么会受到 地方政党的行政干扰 没有可能 所以我们整期啦 整期就是地方的 跟中央同样 如果地方 大概原则上就是 从他提案 联署到选举 投票 这个都是由地方 选举委员会来处理啦 可不可行 如果中央的这个公投省议会 會拿掉 地方的公投省议会 应该要拿掉 理论上是这样子吗 对 因为那时候地方是因为中央有这个 所以他地方才有这个 因为事务上 虽然是派出机关嘛 但是委员 如果主委在说 事务上都地方政府派嘛 理论上是应该要这样子 才对啊 应该要拿掉 他拿掉之后 他拿掉之后 理论上是这样子 这个大家 这个怪怪啦 来 会有什么问题 执行商会有什么问题 不是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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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在刚刚在前面的时候 已经讲说 主管机关 在地方是直辖市县市政府 也就是说 我直辖市县市政府 我决定要办这个地方的公投了 然后才交给地方的选举委员会 来帮他办选务工作 所以说还是必须 除非说 我们连前面也要都敢 不然的话就是说 针对 因为地方的选委会 他 他只是协助办选务工作 他们现在就是要让他 这个公投的案子 尽量都成案 你替他烦恼就没用 你知道吗 你就反正 他中央的就把他拿掉 到中央宣委会 地方的就 地方宣委会去处理 那你也对 你讲案多 也没有什么效果 对不对 我觉得 对你想好 我对你想好 各位委员 刚刚那个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李委 李委有提到的那句话 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说 地方的公投 有地方 直下市政府 或县市政府 来主管的 主要理由是 他会牵涉到 地方知识事项 那这个东西 一定要放到 行政院去决定 这个不是 选委会可以决定的 所以那个是上游 上游可以决定以后 再来 在地方这个部分 确定说 这个是可以投票的 那剩下的 工作的全部 由选委会来接办 所以在地方 要有行政部门 行政部门 因为那个 地方有行政部门 那中央 中选会 这也很奇怪 不會 因为地方 有那个地方 是不是地方 知识事项 这样的问题 那你地方知识事项 你也要有一个 单位来办 你不会说没有单位去 所以说选委会没有权利去决定 这个事情 对我们又把 把那个 審議委会又取消 然后又不让 地方选举 那个 选委会去办 不然你要叫上班 不可以 没有 你要叫上班 总是要有人办 我跟你说 你们两个没犯都这么多 你们两个太多了 你们是比较取消地方政府 他们两个想太多 认定 对 认定 认定一定是 因为他是地方知识事项 他们两个想太多了 地方知识事项 你要让选委会来决定 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 太多了 因为你把那个拿掉 然后你说 他又要认定 那我 我请问要怎么认定 你 你不会拿一个东西说 好 今天陳其邁认定还是李委 你刚才没在 我们有透露过这段 地方的公投 其实跟中央不一样 因为他有地方知识事项 才能公投 那地方的知识事项 到底是不是地方知识事项 会有争议吗 如果全国性的公民投票 就没有这个问题 地方的投票 才会有这个问题 那现在的问题就在 地方知识事项 属不属于地方知识事项 其实 地方报上来 也只有行政院 然后交给内政部去处理而已 这个地方知识事项要求要全国公投 中协会怎么处理 中协会怎么处理 最容易碰到的就是 就是核四问题 如果要求那个地方来处理 中协会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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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行政院来处理 那我们文字要写吗 中协会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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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這個后面都还会有这些问题 你有更多 talk 公主? 不太一樣耶,不太一樣,這概念上大家處理上不太一樣 地方自治是由地方自治的概念,然後由縣市政府這個OK的 全國性公投有另外全國性公投 地方性公投應該政府地方自治機關他自己提出一個公投 應該OK啦,應該OK啦 他諮詢他該自治團體內部成員的意見貫徹直接民主 這個是滿OK的啊 我們當然是主張要有行政機關可以提案公投,我也是主張要有 但是說如果他提案的時候 他直接提,然後就直接請地方選委委會辦理嗎 因為 他把地方自治管得太多了 我的意思是說地方自治條他自然會去設想 他應該是交哪個單位,是民政局啊 或者請這個中央選委會派出機關地方選委會來協助啊 我覺得這齁,就他們可以去管 但是我們剛剛已經有 剛剛是說要給地方政府對地方政府提案 事實上我的版本就是在地方自治條例處理 對,那只有在涉及一役的時候要回到中央要決定給誰 所以我的版本是在地方自治條例處理 但是我們剛剛是說要提案要對地方政府嗎 主席,我要跟各位委員報告一下 我想政委員提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全國性也有這個問題 總統可以交下來這個公投 那立法院本身也有可以交公投 那個本身的諮詢性的公投就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我們在討論這個時候有這樣的構想 就是說在第二條的時候可能要先做一下定義 就是公投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包括創制,包括複決,包括諮詢性的 那這些因為他的創制的公投跟複決的公投 他的法律效果是不一樣的,非常不一樣的 那所以有一些議題被提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先定義他是創制還是複決 那這個會影響那個案子本身 對,那個部分就是說我們希望能夠在 不要解釋,再定在法條裡面 現在沒有,現在沒有 我說定義,要定 我們說那個裡面的創制跟複決 這兩個概念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後面也有提到那個諮詢 所以那個諮詢性的複決 公投也要定義下去 一般講創制就是立法原則 複決就是你定完之後再去複決 不過我覺得全國性公投 像這樣的概念在有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 全國性公投的狀況都是 那地方自治其實要多鼓勵做地方自治的功德 來貫徹直接民主 我覺得 我的版本就是去定地方自治條例 再去定啊 只有說要回來要報請 回來是要報請中選或報請行政 因為那個我們要決定 因為這涉及 程序上肯 那個像高資鵬委員 在它的26條 它就是地方自治條例 你如果要頒 要有人民公民投票的 必要 那你就減附組文理由書 就直接交給選委會去處理 選委會辦理 所以我們現在的其實 正義點還是在我剛剛講 就是它連署 連署提案這個部分 這個選擇到底要交給誰 地方自治條例 這個是我們的選擇問題 你假如不定 它就是還是弄個公投委員會 有可能啦 它還是弄個委員會在那邊審啦 那你說這個是地方自治事項 也說得通嘛 因為它 因為地方自治的這個部分 它要經過議會同意嘛 所以議會要怎麼訂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議會 就會訂公投審議委員會啦 你假如沒有去在這裡做規範的話 簡單講是這樣 我們要不要在這裡規範 還是這個就是地方的事情 來 我個人意見是這樣 其實全國性公投 我們剛才講得非常清楚 比較不會有爭議 那地方性公投理論上 從地方自治的角度 應該交由地方 自己去設地方自治事項 然後它地方自治事項裡面 然後它的自治條例裡面 到底要交給 該地方的選委會辦 或是該地方的民政機關辦 這個他們自治條例自己去寫清楚 中央不必管那麼多 那原來的公投法就是希望連中央的也限制 地方的也限制 才所有都規定在這裡 那這裡唯一跑出來一個問題就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核四公投 核四公投像新北 他可以主張這個是我地方的自治事項 但是核四究竟是不是地方自治事項 那核山像屏東他就 他也認為核山是自治事項 那但是安全區其實大家都討論過嘛 就安全區裡面除了屏東以外 有沒有包括高雄 所以這個會有地方 是否屬於地方自治事項的爭議 比如說澎湖的這個博弈這件事情 沒有人有爭議嘛 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澎湖的事情 但是提其他的地方自治事項 地方自治事項才有爭議 所以現在唯一會出現問題的其實是在地方上 他是不是跟中央的議題有關才有爭議嘛 如果沒有的話 本來就授權給地方自治條例去處理就好啦 地方有沒有說神力功能 有說神力有說 這個概念上 跟各位報告 因為地方 他是一個法人嘛 地方的這個 譬如說高雄市 所以他這個地方自治的主管機關 也沒有什麼其他單位啊 就只有地方縣市政府嘛 那你既然地方的失誤 那當然還是地方的主管機關啊 你中選會也是行政營的腳下的 跟我們說 是這樣 所以你地方政府 你在怎麼歸結還是地方政府 地方公投啦 你在怎麼歸結 你不可能說主管機關變成地方選舉委員會 那個是中央的派出機關啊 對 所以 所以還是地方政府 那既然是地方自治的主體還是地方政府 那 相關的這個公投事項應該叫地方政府去處理啦 對 那我們大概只做一些比較 原則性的一些規定這樣就好了 其他 他要組公投審議委員會 你也要接受 你也要接受 你也不能去干預他啊 大家同不同意這個方向 因為你沒有 你還是 要有一個主管機關 一定是地方縣市政府 那他既然是主管機關 你又說他不能 在公投的事務上 他要提出自治條例 他還是主體啊 對不對 那你就不能去 限制他說 這個他 他要在他的自治事項的範圍裡頭 他要去組審議委員會 他要去做什麼 他的一些地方自治的一些事項 因為他要去的事啊 你真的這樣齁 行政的權責 機關的權責 我覺得這可以屬地方自治 我們現在的困難 就變成說 我們讓我們地方 主管機關要幹什麼 假如按照我們的版本 這個倒是我覺得可以 這個我覺得地方政府是可以的 在這一點 但是我也只是要釐清是說 我們不能夠全部都交地方 事實上我的版本 非常充分的 已經 這個 開放給地方自治項目 但是對於 直接民權行使一些關鍵點 我覺得全國性公投法還是要 這個公投法還是要 允許把它保障啦 不要讓直接民權的行使 在中央地方是兩套標準啦 我覺得還是要避免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可能還是要 主義在談的時候 我們再確認 而不是說我們現在就通過說 全部都授權給地方 我只是 只是在 在希望釐清這一點 那個地方公投 我們還是會規定他的連署啦 通過啦 什麼那些 必要的這些限制 我們還是 會 我只是在說 我們在法律上 因為既然 例如說 高雄市要去一條道路 這條路要去不去 去做公民投票 這是地方的事情嘛 你總是要一個主管 總是要一個主管機關 地方到底是誰嘛 好 那假如是高雄市政府是主管機關 那你說 所有的從提案 連署投票 都是地方 選舉委員會 這是中央派出機關在主管 那地方政府也沒有角色啊 但是 這個是屬於地方自治的事項啊 所以主管機關一定是地方政府 那地方政府 他假如認為說 他提了自治條例嘛 送到議會 這個要議會通過嘛 那議會認為說 不應該有公投審議委員會啊 那這個是 地方的 這個地方公投 自治條例等等這個 那這個裡面你就不應該有 這個公投審議委員會 這個是地方的權限啦 我的意思是這樣啦 那你不可能這個法從頭到尾 在執行的過程你都是交給 地方的選舉委員會嘛 他畢竟不是地方的自治機關嘛 所以沒有問題啦 所以沒有問題啦 主一看是中央全國一制還是地方啦 就其他項目我們在主一看啦 那主管機關是沒有錯啊 地方就是地方政府啦 但是就是提案如果大家覺得 要給地方 對向地方政府 那我們也沒有 我沒有堅持 這個是可以 但是就是要有個救濟啦 有另外一個救濟 因為他如果受到一些 這個 對於裁定的結果 他要有一個救濟的程序 這也是 這個 這個 這個假如齁 那個法務部有代表嗎 今天假如說齁我們把這個 這個中央的公投審議委會被阻啦 齁 那地方他當然在執行公投的事項的時候 他是按照 中選會的一些 或者是說公投法的一些規定 因為 公投法裡面不說地方要適不適嘛 但事務上到地方都會適公投審議委員會嘛 那現在那個在 中央我們把公投審議 已經行政委 這個公投審議會把它廢除了 那地方假如他再繼續設 這個會有什麼問題 在法令適用上 應該也沒有問題啊 因為這個 也是屬於那個地方的 自治事項嘛 那他假如要 自治事項要這麼設 也沒有問題啊 但是你按照地方制度法 第62條的規定 直轄市的 政府的組織 由中央 由內政部 擬定準則 報請行政院核定啊 那這些準則 在地方 那他還要報行政院嘛 要報行政院核定 應該不用 應該不用 如果按照地方制度應該是不用 理論上是不用 我有個處理啦 我們現在就是說 在地方主管機關是地方政府 這個大家沒有問題啦 但是為了避免地方政府 發生這個鳥龍公投法的情況就是說 我們其實後面 有關於門檻啦 就是程序啦 程序 不是門檻 他提案的這些 可以 要核對的項目等等 我們全部規範主管機關就可以了啦 就是我們全部都是說 他 對於主管機關收到之後 他只能夠針對哪些地方 來允許 請他補充提出啦 或者是說 預期沒有補陣才駁回等等啦 這些我們只要規範一致就可以 那這個就 都是用所有的主管機關 例如說 第三章的公投程序 你那個帶第幾頁 大家看一下好了 第十條嗎 第幾頁 蛤 第幾頁 第十條喔 譬如說第十條 有沒有版本不一樣嗎 第十條就是全國性公投的第二項 地方性公投的第二項 你們都有在25條以下都有規定嗎 二十六條 就是剛剛講你全國性 在全國性的法律就是以這個公投法 你就會規判公民投票時 在地方性公投的提案人數嘛 然後連署一直到最後通過 你就把它規定 那自治條例就不能違背這個規定 這樣就可以啦 對啊 所以他即使是受公投審議委員會 那公投審議委員會 那公投審議委員會 還是受這個公投法的框架的限制啊 名稱上 上 我們現在那個第三十七條其實有地方的公投審議委員會 那個其實蠻常常的 憲刑法的第三十七條 那他的審議委員會 這個公投審議委員會 其實蠻單純的 地方性公民投票的四項是認定 然後公民投票提案 是否會同一四項是認定 這蠻單純的 我覺得這樣就OK 他這個也要經過 經過那個議會的那個 對啊被查啦 啊 七條嘛 啊 鄭麗君 啊 鄭麗君 等於是每一條都要看程度才會 對啊 對啊 對 對啊 對 對啊 不然再次公園 如果再去 在地方 才去 大家不然再次公園 在地方 如果在錄像 然後是在錄像 有一個 如果我在錄像 第三條目前沒問題 這個大家還是沒有解決 解決說 因為這個他會牽涉到說 他的救濟的程序 你如果主管機關是電影政府 當然他就找電影政府算是 但是 但是我們公投審議員會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把它拿掉對不對 所以簡單講 他的提案連署跟投票 這有三個步驟 這三個步驟到底是誰要去管 中央很簡單 中央就是中選會 地方 那就譬如說 我提案有問題有爭議 那我現在也要在法律上 我要有救濟保障這個救濟 我要找誰 這樣子就兩套性 我要找中選會嗎 因為地方的選委會 是中選會的派出機關 我又回頭來找中選會嗎 這個一定要縣市政府的另外一個很關鍵的原因 就是說你辦公投是要錢的啦 那你要辦地方公投就是地方要自己出錢 好 所以 現在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主席 例如說我屏東 我不要河山嘛 我就是屏東地方政府就是不要河山啦 那屏東做完的公投 那中選會前哪裡來 那中央如果不認定呢 中選會如果辦全國性公投是由行政院來這邊撥款啦 中選會如果辦全國性公投是由行政院來這邊撥款啦 那辦地方性公投一定是地方負責啦 這我請問你啊 你剛剛講的 例如屏東 我屏東要辦那個河山的公投要 對那辦河山的公投 是屏東縣政府要 這個算不算地方自治事項呢 要報給行政院來決定 對啊 那但是如果屏東的 以屏東的地方來講 他認為這樣是地方的事情啊 對啊 他認為是地方的事情啊 他又回到行政院認定啊 行政院認定啊 他又回到行政院去 那一定會被行政院否決掉啊 那個涉及那個中央地方事選的方法 那又不是有被行政院否決嗎 這樣喔一定不是在衝突的 不是會衝突的 原住民區 原住民區 你們自己要辦一個什麼 對不對 那又說那些河山那麼大 那又說河灰料的 河灰料男女也沒有啊 對 不然你說河山 你會中間 牽涉到電力 人家說全國 我如果說河灰料要等大堆 那不是全國啊 那又變得地方走 全國的限制 一些概括性的一些規定 其他他們地方政府要怎麼去處理 那個交由地方政府去處理 好不好 這個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跟各位做一個宣告 我們這個大概今天這個部分 有關公投審議委員會 我們大概原則上 主管機關中央還是中選會 地方就是地方直轄市跟縣市政府 那其他相對應的條文 我們再請議事人員再把它整理得更清楚一點 我們禮拜三再來做處理 有一些公投審議委員會 那個執掌這個部分就把它 這個有幾個條文 但是幾條那裡全部就把它刪除 好不好 那地方公投的部分大概這樣討論下來 大概大家還是初步有一些共識 好 好 那講 廢除啊 廢除啊 地方沒有 因為地方你們的條文 也不設 就不規定嘛 就刪除啊 因為你地方 地方選委會 你本來我們的條文有規定嘛 地方可以設公投審議委會 我們也刪除嘛 對對對 對對對 來 主席這邊有一條 因為剛剛大家可能會認為說 是不是這個到38條都刪除 那這個部分我還是提醒一下 就是說 因為只想是縣市 因為剛剛大家提到說 地方性的公投 它到底是不是地方公投 那所以其實還是要有一個認定 所以因此 現在38條 就是地方決定了以後 它還是要報給行政院 所以政府要不要留著 這個是支持支持 這是下一條 這個要留 38條就不 這個是要報給內政部 還是報給行政院 我們這個現法都很奇怪 這建議主席我們今天是不是要確認 就是說 有公審會的我們刪掉或改掉 我覺得這個要確認 中央地方都刪掉了 對 好那我是不是要請行政機關 或內政部 或是中選委回去 研議一下就是說 過去地方有公審會 是因為我們的母法裡面 要設公審會 如果我們這邊刪掉了 那地方自治條例 原則上也是要刪掉 然後他們自己再去想辦法 要怎麼解決 是不是這樣 還是他們還可以保留公審會 我覺得這一點 還是要讓我們了解一下 原則上應該是 當時地方會有公審會 是因為我們公投法裡面 要設公審會 如果我們中央這個準則沒有了 母法沒有了 理論上地方應該不會有 原則上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 會認為說是被一致性廢除了 我 我認為 我比較不這樣認為 我認為就是說 因為中央跟地方還是有些差異的 就是說 地方有那個 它那個事項 是不是涉及 地方自治或者是中央的職權 這個問題 所以有他 我現在不是在討論地方 要不要有公審會 不是 我現在只是在釐清說 地方的自治條例 在訂定的時候 它是依據我們 像這個 譬如說公投法 公投的母法來定 那 通常是因為你這個母法 有規定它要設公審會 所以它設了公審會 但是我們現在廢除了 原則上 它基本上應該是 未來的自治條例 基本上應該是沒有公審會 這個 這個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個大家這樣會 會亂掉 我們今天 今天第一個 中選會 這個 行政院的公投審議 廢掉了嘛 對不對 那 就把它改成主管經驗 改成中選會 這個是第一個 大家有公視的 對不對 那 第二個 這個 地方的公投審議 永遠也廢掉嘛 這個大家也有公視嘛 條文裡面嘛 啊 他怎麼 怎麼去處理 這個是地方自治的事項嘛 那 如果地方 他決定要做公投了嘛 那有兩個 第一個他要報警 所以 對 這個條文有留下來 行政院 也會有民眾要求 他要 所以他不是出於地方自治 這樣 表示一件 欸 就是限制 有雙向啦 還是要規定 這個劉哲沒有錯 欸 齁 對 但是我提醒大家注意啦 因為 那個 政力軍委員 對 因為你 你有一個行政處分 譬如說你 提案跟 這個 連署 那你一定 相對來講 你要有救濟的程序嘛 對不對 你假如 你這個權責 交給地方 選舉委員會 他是中央的派出機關 他不是地方政府啊 他的問題是出來 所以地方實務上在處理地方公投的時候 他怎麼處理呢 他就叫民政局 你去那裡查給我看 這個人對不對 他就 他就從提案 到連署 齁 投票我不知道啦 他至少前端的這些程序 是地方政府在走的程序嘛 所以萬一 他對他行政主義不符的時候 他可以 他可以去申訴 他可以去救濟嘛 所以一定是配套啦 齁 那個政委員 所以地方 他假如 因為 這個還是屬於地方自治的事項 所以你還是要交給地方自治 那地方怎麼定 我們在擔心說 他會不會有公投審議委員會嘛 對不對 但是 地方也有民意機關嘛 假如民意機關也認為說 這個不行 齁 那還是要有一個審議 這個審議委員會 不要被調 那是地方自治條例 他們要去處理的事情 我們不可能定了一個法 主管機關是地方政府 但是所有的權責 跟地方政府都無關 齁 齁 從提案連署 到這個 這個投票 都是地方選舉委員 地方選舉委員 是中央的派出機關 對 齁 所以 所以我們就 這個部分 齁 我請法務部來 研系一下啦 齁 禮拜三的時候再表示意見 齁 但是我們今天的結論 地方的 地方公投審議委員 我們也是配處啦 這個都交給地方的知識項 地方知識條例去處理就好 各位有沒有意見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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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地方喔 因為地方比較簡單 我可以問個問題 就是 如果我們三 主張都刪掉 可是地方政府 他仍然還有公投審議委員會 他在他自己的知識條例 沒有說他這個決定要寒送行政院 核定這個部分 會不會 我們這三十八條 為止 只是寫成 直轄市縣市政府 這決定 應該寒送行政院 核定 這樣就好了嗎 你不用去寫他公投審議委員會啊 因為你的主管機關是 各縣市政府 那因為我們 我們對於是屬於全國性一致事項 或地方知識事項 我們還是有行政院核定啊 好 那個各位有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啦 我們來討論那個提案的門檻好不好 來 那個 我們休息五分鐘啦 好不好 回頭回來提案門檻 因為我看大家還是要上一下洗手間 欸 沒問題 在家裡 想問一下 我們看看 那邊 要 想問一下 ord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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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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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各位的 感谢观看 就是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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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其他人無法辨識他提案的意思 就沒辦法投啦 所以就是說先有個提案的門檻 然後約略看了他的這個 如果有一些覺得還可以改的 那讓他有一個可以補齊嘛 然後到比較OK了 然後就進行正式的連署 大概原來設計的想法是這樣 好 那我們那個提案的門檻萬分之一 大家有沒有意見 1878個 屬於地方知識條例定資啦 就依照人口數據定 剛剛那個Gurlust提的這個 沒有啦 就是說讓你先去寫嘛 寫寫那個案子 讓我們總先看一下 看他的語意有錯誤嗎 啊你如果有他們那問題 你要叫他來補嘛 說給大家開心 感謝咧 這樣他每次都改成都沒辦法 變成差咧 對啊 我這邊只能針對5項5款去進行 來第幾條 你的版本第幾條看一下 我的版本在 39月 39月 要廢除我也贊成啊 不要提案門檻我也贊成啊 不是啦 我還想看實務上 我們還是要考慮到實務上 對啊 他有可能真的是會語意不清 什麼那一個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一些 就是我的39條就是有5款他可以 請他修改嘛 他有沒有審查機制 譬如說提案人不符合資格啦 提案人的姓名 這個不明啦 地址不明啦 然後提案人 衛田 這個身份證 統一編號啦 然後提案人 提案偽造 就是那提案人是不存在的 那個是護證單位可以去抽查嘛 然後 這是護證機關 對於這個護證資料的這個查對啦 然後呢 這個前面主管機關是有5款 就是說 提案非第二條規定的事項啦 然後提案不合第九條規定 那提案沒有簽名蓋章 或刪除後製 提案人數不足 這個是什麼 或提案有29條規定的情勢 或提案內容不能了解 提案爭議啦 那個主席 我是建議這樣子 就是說提案的門檻 或者提案要不要有門檻 這個 我想 都可以來討論 那重點當然是在於讓 提案他有 如果完全都沒有提案的門檻的話 他可能的風險就是在於說 大家腐爛提案 那如果提案有一定的少數的門檻 一定人數 但是不以過科的門檻的話 那提案 因為你不管有沒有 有沒有 一階段或兩階段 你都要先提案進來 然後讓做一個刑事的審核啦 那 那有1千多個人 也許會稍微讓這個提案 讓這個主管人 今天不至於那麼的 會疼啦 不然每天都有人提案 這個意思是這樣 所以萬分之一嘛 萬分之一 對 那有一點錯誤啦 大約 語意不清啦 沒有啦 那個 因為我們現在會建立那個 電子連署的那個機制 所以 1千多個人實在是很容易啦 兩缸就好了啦 沒幹兩缸 那如果是 可成立的 讓他短時間成立的那一條不多 是啊 那 那 可成立的命題的話 那 那 那 政委員講到這個可成立的命題 我們是比較 不想介入那個實質的那種規定 在你剛剛講的那個 五款裡面 有 有 有 第一個 提案非 第二條規定是全國性 公民投票的事項 你真的在說第幾項 第幾項 我們在香港說第幾項 對啊 有介入的話 放一題出來 歡迎馬體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提案內容 不能了解 其提案爭議 這個是 就是 當然還有一點彈性 有的是很明顯 可以看 那 但是就會涉入爭議啦 當事人就覺得說 你 居然有什麼問題我 就是設計分來審查的問題 對不對 來 我們 賴市長你說一下 來啦 說沒關係 跟委員報告 我 因為那 你 我 他 我 我 你 我 你 沒有去介入你,文具要怎麼改,那怎麼才符合規定 如果要這樣的話,因為去改你的內容 就會變成說,你跟原先連署人的意思可能又不一樣了 原先提案的人,提案的人跟你 為什麼要提案,就是你有這樣的文字,所以我跟你提案,跟你來簽 那你現在又說可以改,可以改,那跟我原先的意思又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認為就是說 你們看一下我的版本,不是中全會改 對啊,但是你現在駁回的話,你要重新連署來 我們現在是準駁的這個 沒有啦,他先叫你改啦,沒有改的話就駁回啦,還是有啦 那改的話就會 不是,現在是這樣 沒有啦,我們事務上,那個政委員 就是說他簽了一個語意 這個因為以後可能很快嘛,語意不明的 那我當然中選會,我收到提案 開完會之後 我覺得這樣有問題嘛,對不對 那有問題的話我就,請你補證嘛 啊你補證,你又不補證,我就駁回嘛 沒有啦,這個是你們的33條,第10條的規定 那你,你的第10條啊 你為補證就駁回啊,那你如果補證,當然可以啊 所以他也是把你,但是你這個已經範圍限縮的很小啦 是沒有這些問題,因為你確實有可能發生說 那公民投票,那個提案,那個寫的大家看不懂的嘛 對不對,你總是要做一些修正嘛 如果擔心會刪掉,我也會刪掉 應該是這樣講啦,假如說啦,現在兩兆 兩兆提案人,他認為這個沒有問題啦 啊你們認為還是把它駁回 我們應該,現行的公投法還是有救濟的程序嘛 還是有嘛,所以不會 對啦,還是有啦 這個的優點是說 這個,不要說像以前,都是到連署以後才說駁回 你們最近常常發生這樣,你連署幾六百萬人說 你認為不要,我是贊成刪掉啊 就是說我們不接應他 你不會講不要啦 沒有啦,沒有啦,這個講話 好啦,大家真的把案 我們好好的把它審完啦,好不好 如果我們覺得說,這個 你不免,你沒有辦法審公投的話 那就,就駁回了,那這個就 有補證啦,通知他補證啦 補證沒有的話就駁回 駁回你有意見的話,帶行政訴訟嘛 好,那個,萬分之一大家有沒有意見 聽起來是大家沒有意見啦 只是,在執行上,第十條這個部分內容 第幾款的,五款的規定裡面那內容 大家還有爭議,這個,這個後續等一下再來處理 所以還是要有一個門檻啦 提案還是要有一個門檻 大家沒有意見的話,我們提案門檻就萬分之一喔 好,那,因為我剛剛有宣告說 這些,整點處理完再休息 所以我們就繼續進行 好,五點三十五分 連署門檻 一個各國的統計 大概,大致上應該有個譜吧 差不多 現行的規定是百分之五嘛 就是九十三萬嘛,對不對 九十三萬 九十三萬 全國性的公投 假如剩下1.5%的話是幾萬 四十... 二十八萬,大概有三十萬啦 二十八萬 二十八萬,啊,假如一%呢 等一下,等一下喔 這個是幾,1.5% 剛剛說到 二十八萬 二十八萬嘛 二十八萬嘛 一%是 二十八萬 二十八萬 總統候選人 要連署的門檻是多少 一%, seven 一、二十八萬 哦 1.5% 大家有沒有意見 delivering 沒有意見 原本是1啦 那就看大家委員的共識 差不多啦 5%剛剛的1.5% 差不多啦 我看多數委員的意見是1.5% 時代力量也1.5% 好不好 1.5% 通過的門檻 來 來 我看一下 來 那個行政部門表 現刑法30條啦 那政院版你們現在是第幾條 鳥籠公投 鳥籠之鳥籠啊 這一條就是鳥籠中的鳥籠啦 那個因為在前面啊 第二條是不是有不同的那個公投的事項啊這個應該不同的公投的事項也有不同的門檻通過門檻啦 因為有的問題比較大啦 現在就是那個 不一樣的話大概就是重大 不是不是那個憲法修正案的覆決因為憲法有明定了嘛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領土變更案大家都認為要 那是也是也是有憲法的所以等於跟這兩個都跟憲法一樣 因為主權跟領土的基本上是要修憲嘛 那修憲的公投覆決另有憲法規定嘛 那個比公投法原來門檻還要高啦 那個是同意要是選舉全任的一半 那個是更高 這個應該是在一般的創制覆決 所以這個應該不影響那個所謂統獨公投或者是領土主權變更 如果我們前面的事項沒有放寬的話 事項放寬也沒有用因為那個是要修憲啦 所以這裡應該就是指的是非主權領土以外其他的事項 這個齁 我因為我這樣處理大概不太妥當啦 應該先在講他的範圍那裡啦 應該先把範圍處理完再來處理這一塊啦 所以我是不是建議一下我們今天先審到這邊好不好 好 禮拜三再來那個範圍 大家都很高興 好 對啦 因為範圍跟這個通過門檻這裡爭議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那個有不同的規定嘛 好不好 那我們禮拜三 公投法先 還是公投法先啦 因為極歐法有一些比較大的爭議 一直沒有辦法去 把它處理清楚 但是 今天就先把公投審議會廢掉 然後連署 提案門檻把它降低 好 謝謝各位 休息 加道 以及 抗承 製 再 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